大家好,中央电视台旗下的CGTN主持人 叫中国环球电视网 他这个主持人是涉嫌间谍案在北京遭逮捕了 CGTN大家可能不熟悉的 我之前说过,美国福克斯新闻的翠星和CGTN 主持人,那个女主持,进行过辩论 俩人直播,闹得非常热 就是这个CGTN 那么这个主持人呢,是叫程雷 他在CGTN,就是中国环球电视网,担任主持人8年 其实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 叫程雷 他是澳洲的华裔澳大利亚公民 日前在北京遭到了逮捕 对此呢,澳大利亚的贸易旅游及投资部的部长 叫伯明翰 说中方至今未交代程雷被捕的原因 并警告事件可能会改变两国的贸易关系 澳洲的外交部长叫佩恩,31号证实了 该国华裔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程雷 在中国北京遭到拘留 他是第二名被北京政府拘留的澳洲公民 华裔网络作家叫杨恒均 去年1月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 被北京拘留 CGTN目前已经将成雷的资料和影片下架 这个8年的主持人 从此就不再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了 就再也不能和翠心辩论了 路透社报道 博明翰接受澳洲广播公司ABC的访问时表示 成雷是澳洲人 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工作已有一段时间 也曾经与他在海外进行过访问 澳大利亚将为成雷尽力提供协助 澳大利亚前驻中国的大使瑞杰瑞 他指出他与成雷是多年的好朋友 成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 特别是中国的财经新闻 通常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 对于成雷被捕感到惊讶 瑞杰瑞说 他会对某些中国媒体报道持怀疑态度 但对外国媒体错误报道中国事务时 他的态度同样也保持强硬 那这就是现在成雷这个事情 最新的一个进展 很多人现在对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个关系 我觉得有一些看法 中国和澳大利亚其实最近这个关系也是比较紧张 也是比较紧张 成雷的被捕 其实我觉得和杨恒均去年一月被捕 其实也是一样的关系 就是中澳关系的一个缩影 两国关系紧张了 那有一些人员以前可能觉得是 对不对 有一些友好的 那现在呢 那就不友好了 然后主动调查你 一调查发现你涉及到间谍行为 那有些东西说你是间谍行为 你把中国有些信息给外国了 那就抓 我们大概理解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中澳关系 恶化的一个写照 成雷呀是1975年 出生在湖南岳阳 10岁的时候啊 随父母定居了澳大利亚 1994年呢 获得了昆士兰大学商学学位 2001年加入的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母公司是中国 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他在CGTN担任节目主持人8年 负责报道财经新闻 目前啊 他在CGTN的个人网页报道的影片已经被删除了 现在啊 这个澳大利亚方面说 这个成雷呀 还是被监视居住 就是他现在还没有被正式的逮捕 但是被监视居住了 就是你在家 在北京 家里住着 但是呢 不允许你外出 或者不允许你离境 你可以 监视居住意思 你可以出去买菜 自己想干嘛干嘛 但是对外呢 是被监视的 那你就不能出国 也 对内呢 可能有些朋友要联系 可能也会被监视 就这个 大概是个状态 那这就是成雷这个事的最新发展 我觉得这个成雷看过这个CGTN的 应该也都了解 这个事我觉得 更多细节也没有公布 但是呢 你说他是澳大利亚籍 他给澳大利亚 有没有过一些情报的转交 比如说中国经济方面的 对吧 中国今年的什么什么减产 什么什么 又吃不上饭了 这都算情报啊 那你说这个东西 人家要认真了的话 要起诉你 其实也很简单 澳大利亚有很多华人在什么 在大陆工作 但是他最后啊 你记住 他们都是澳大利亚人 你不要把这些华人当成中国人 你说咱们都是一起的 以为他跟你 他跟你是一个战壕的 结果你把他拉过来以后 发现他拿刀捅你 这就像美国很多华人 美国很多华人都这样 那么人家那个美国的华人 在那个美国那个discovery的频道 不讲吗 叫参加这个朝鲜战争的老兵 啊 我是美军 是不是 我给美国人奉献 替美国人打仗 杀中国人 我们在朝鲜战争上 看到中国人 让我们冲锋 就我一个中国人面孔 我冲着中国人喊 啊 不要 不要开枪 我是中国人 就问志愿军不开枪了 不开枪 哎呀怎么 这就有个中国人 是不是自己人呢 结果他啪啪啪啪 一说的把那中国人都打死了 而死在他枪口下的 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呢 为什么不向他开枪 因为他是中国人 咱们中国人就这么仁义厚道 不向自己同胞开枪 但是你不向他开枪 这些在纽约 在美国的这些同胞 你眼里这些同胞 向你开枪啊 最后把你打死了 你的善良换来的是死亡啊 这我说啊 咱们中国人啊 中国人你呀 为哪个国家 你到底向着哪一个国家 你自己心里有数 一些海外华人呢 他不一定向着你这个国家 他可能希望你这个国家崩溃 我直接说的够明白了 所以这个事你也就听清楚了 我并不是说让大家反对海外华人 很多人要扣帽子 没用 扣我啥帽子 对吧 我说你得理解刚才我跟你讲那个事 那是Discovery 下边给我作证啊 你要有链接 你可以往上发 就是那个Discovery采访的 美国的华裔老兵 在朝鲜战场上 就因为自己的长相是中国人 中国人没向他开枪 他杀死了大量的中国士兵 我这个人竟然还在那大言不惭的 说我是为了美国 我为了美国利益 还拿了勋章 多么耻辱的一件事啊 这就我说的什么叫汉奸 人家可能认为我根本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美国人 但是你记住 中国人没向你开枪 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人家证为你是中国人 结果你利用了别人的好意 你把别人杀死了 我觉得起码从道德上讲 你不道德 要不你呀 就不要喊 我是中国人 不要开枪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不要开枪 你就喊 我不是中国人 你向我开枪吧 我也用枪把你们打死 你那是英雄 但是你利用你的肤色 你利用你的长相 利用你的这个中国人的关系 结果干着有损中国利益的事 背后捅中国刀子 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 我觉得这样 我就算你信上帝 以后你上了上了这个上面见了上帝 你自己你自己也对付不了上帝 上帝说 哎你当时是不是撒谎了 是不是不道德了 是不是骗中国人了 你哪是中国人呢 就在就志愿军当时 我是中国人 不要开枪 当时志愿军如果看过我这个视频 咱们所有经过这个 经过洗礼 经过教育的 马上有一个印象 你哪是中国人 你不是美国人吗 这就我话 你都入籍美国了 你哪是中国人了 美国人把不把你当美国人 我们不知道 那是你的选择 但是中国人一定不把你当中国人 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候 我把你当成中国人了 你向我开枪 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然后你还兴高采烈的 向外国人宣称 中国人多傻 中国人多好欺骗 我说我是中国人了 他们就信了 不再向我开枪了 结果我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 这是多么可笑的场景 这是多么不道德的一件事 利用了别人对你的善良 背后捅别人刀 你受的教育呢 你可能认为中国人都是傻瓜 但是我今天要说清楚 中国人不是傻瓜 我看清楚了 我要叫醒所有的中国人 生死存亡的时刻 不要把一些华人想象成是中国人 他拿的是外国护照 首先他可能的目的是要杀死你 你们两个关系不是什么 我们都是啊 通胞 哪有啊 哪有啊 这个时候哪有啊 那是你死我活呀 你看看美国那些给中国搞个捣乱的 什么反共不反中 最后都反中啊 都希望中国人内斗啊 打内战呢 中国人死绝了 三峡大坝崩溃啊 再加上你看那台湾人 和那个纽约那帮华人不一样一样的吗 哎呀 别打枪 我们是同胞 自己等着上堂呢 准备拿枪 告诉印度人 从他侧面包抄 这是台湾人 海外这帮华人 有多少 然后在媒体上说 哎呀 咱们都是中国人 你看看 中国人应该有什么什么 中国人应该怎么怎么样 又以中国人自居到美国 美国人认不认为你是中国人 我现在都不知道 认不认为你是美国人 就是他们的身份 他可以什么 哎 左右乱跳 一会儿我是对中国人的时候 我是美国人 我才不跟你们中国人一起 杀死中国人 三峡大坝崩溃 把中国人都淹死 我哪是中国人 碰到美国人的时候 哎 对不美国人 美国人说 哎 你是美国人 美国人 然后说 我哪是美国 我哪是中国人 所有的中国华人 跟我一起上 又成为美又成为中国人了 在美国又成为中国人 我们中华文化 伯大精深 我告诉你 这帮海外华人最后会得什么 精神疾病的 他们思想分裂 他如果效忠这个美国啊 你就好好效忠 就与中华文化切断就完了 明白吧 你就跟中国文化切断 你就让中国人死绝 你就抱着这个杀光中国人的意 这个念想 你这样才能痛痛快快的 不会思维分裂 不会像台湾人一样 这边天天抄着中国人死绝了 三峡大坝怎么不崩溃呢 那边天天抄着中华文明 有什么中医 有什么论语 台湾人还跑中国来讲论语 我操他妈的 你他妈都不是中国人 你讲他妈的论语 你操 可有意思了 还他妈讲中医那帮台湾人 中餐 到哪个到美国 你看开中餐馆 我什么老板是中国人吗 他妈台湾来 台湾人你就讲什么中餐 你们自己台湾人 自己都不管自己叫中国人 开什么中餐馆 中国这个牌子大呀 得用这个牌子 这个时候中国这俩字就值钱了 可以给自己换来温饱了 你这是什么心态 我就说中国呀 在这些海外华人 什么新加坡 什么什么 哎呀 什么台湾这些眼里 中国就像个弹鱼 就像个尿壶 想往里尿泡尿就尿 从来不去擦这个中华 中国 这两个字 从来不擦 是不是 中国人死绝了才好 但是用的时候 我得把着急 把尿盆拿来尿 哎呀 舒服了 尿完了 尿完又放回去了 尿盆真臭 中国人真臭愚昧 中国人只死绝了 三峡大坝怎么不崩溃呢 把中国人弄这么淹死的 我跟你说透没有 你看看这往海外华人 看看什么新加坡人 什么台湾 你看看这些人 你看看那个奏性 难怪都叫他们岛民 两栖类动 真的 你看看这思维 哪有什么华夏思维 什么澳大利亚华人 去澳大利亚你看看 基本都是香港 我哪中国人呢 你有时候通胞吧 去你妈 我他妈不是中国人 我们香港人 有没有意思啊 哎呀 所以我今天给你讲透了 你再看海外华人 再看什么香港人 新加坡人 台湾人 你首先得 就不我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 志愿军老战士 明白吧 不是志愿军啊 人家是美军老战士 在这个战场上 高喊着 我是中国人 不要开枪 结果一缩子打死 一片一片的中国志愿军 就是人家因为你中国人不开枪 你倒没有因为中国人 你呀 不开枪 你反而开枪 可悲呀 我觉得可悲呀 其实可以拍个电影 哎呀 给美国人好好看看 这个海外华人里 咱也不说奴性 人家真正成为了一个美国人 但是我觉得美国白人 到底把不把你当成美国人啊 会不会也 那个老头 可能这个志愿军 不是打志愿军 那个美军老头 可能回到纽约 也受白人欺负 欺负他啥呢 他说 你个臭中国人